说 你是书吗 胖子 你叫我什么 都说了我叫猪萌萌 功臣你是没长记性啊 你 我变身 小丫头 胆子肥了 敢叫我名字了 说 手下留情啊 人家真的分不清嘛 你们快来听听快川这反派又黑化了 快来帮我区分一下呀 第七百二十六集 我去 猫猫你叫真的 马雪奇惊到 她跑了一阵突然问两人 我想去报健美操 猫猫 说完 你们俩呢 体育舞蹈和健美操 是最受女生欢迎的体育项目 一个是轻松 一个是本身也有意思 马雪奇高一的时候 报了体育舞蹈 因为人长得美 舞跳得好 在体育舞蹈课上 出尽了风头 但高一高二 毕竟报不同体育项目 于是 健美操 就成了马雪奇的首选 江舒文 不假思索道 我打算选太极 呃 我选三打 她话音一落 旁边两人 骑刷刷看向她 啊 三打 萌萌你没搞错吧 这可是男生性质的体育项目 拳打脚踢的 粗暴得很 你就算喜欢武术 也应该报 舒文选的这种太极吧 江舒文也点头 啊 等等 马雪奇突然想起什么 看向南雪的目光 一下就变了 我听说 金浩青年也会报三打 难道你是因为 金浩 江舒文听到这话 顿时就明白了什么 惊到 萌萌 你喜欢的男生就是金浩 她起先有些诧异 随即又觉得 这事并不稀奇 很多女生都暗恋金浩 即便金浩最近被功臣 抢了风头 她还是有着不容小觑的魅力 尤其她跟功臣 还是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男生 有些人就喜欢金浩这一款的 江舒文虽然觉得 朱萌萌的情路看不到头 但她没有劝阻 而是像马雪奇一样鼓励她 萌萌 那你加油啊 日久见人心 大家一定能看到你的好的 就算最后没结果 至少你也努力过呀 对 没错 萌萌你可以的 马雪奇握拳 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南雪默默地 看着两个给她打气加油的室友 心情莫名 其实你们误会了 我喜欢的人不是金浩 而是另有吉人 两人齐齐点头 给了她一个我们都懂的眼神 萌萌你别担心 我和琪琪都不会乱说的 江舒文挽着她的小肥手道 哎 你咋不直接跟他们说你喜欢功臣啊 不能说呀 要是这俩妞听说我喜欢功臣 大家又在一个教室 我不准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审视功臣 功臣那么精明 肯定就能看出我对她有企图了 一旦她知道了 大叔也知道了 好丑啊 考虑的可真多 不过金浩真是倒霉啊 又碰上她的死对头了 南雪对此深表同情 小八补了一句 还有陈汉然 金浩抱散打的话 他大概也会去 此时江舒文还在语重心长地跟南雪叨叨相关注意事项 我们学习部有个学长 去年学的就是散打 听说教散打的王老师很严格 很多人年终考试的时候不达标 老师都没给及格 所以萌萌 你进去之后可别光顾着看着金浩 也要注意学习知道吗 南雪还能说啥 只能默默点头 三人到操场的时候 各位老师跟前已经排了一场六的人 马雪奇跟两人挥别 朝剑美操的队伍飞奔而去 南雪和江舒文则去了武树立的场地 不出所料 那肌肉发达的散打老师跟前站着三场六男生 而旁边那一列女生也不少 其中竟然就有苏怡婷和笑花无难呢 南雪立马朝南生列里扫了一眼 果然看到了金浩和陈汉然 其他男生得感谢金浩 不然散打项目还真招不来这么多女生 功臣现在还没来 这丝就爱踩点来 不管什么课都是 大boss说要亲自教他 这情他怎么都得成啊 于是南雪大步地朝散打队伍的女生列走去 胖子雪走过去的时候 许多目光刷刷地朝他射去 南雪甚至听到有人在扑扑地笑 天呐 你们快看这个胖子 他居然要去学散打 他跑得动吗 这你都没看出来啊 这肯定是从金浩和陈汉然去的 这胖妹勇气可嘉呀 陈汉然听得脸都黑了 连忙跟站在他前面的金浩嘀咕道 喂 这是你招来的吧 千万别是因为我 我可不喜欢胖子 我更不喜欢胖子喜欢我 金浩不禁看向那个身材肥胖的女孩 不管别人说什么 他都比直带站在女生队伍里 丝毫不受流言蜚语的影响 扫了两眼之后 他便收回目光 顺便将陈汉然扭过来的脑袋 给拍了回去 干嘛 管好自己就行了 说不定他是真喜欢散打 陈汉然切了一声 显然不信 一个胖子会喜欢散打 他去学相扑还差不多 可惜咱们学校没有相扑这一个相扑 陈汉然嗓门不低 周围的男生听到了 全都跟着哄笑出声 相扑 亏着人能想得出来 不过那胖胖的女生 她的身材确实很符合条件啊 南巡前面 几个女生也一脸嫌弃地看着她 咱打讲究的是灵活 她这么胖 灵活得起来吗 苏怡婷看向南巡的目光 更是厌恶 显然以为南巡也是为了金号而来 她可能觉得 朱萌萌这样的胖子 喜欢金号 还这么光明正大的表现出来 简直就是对金号的一种侮辱 南巡任由大家围观 雷打不动 表面淡定 内心暴躁 功臣这个混蛋还不来 所有人都在误会 我暗恋金号 不仅南巡在心里叨叨功臣 还有很多人也在寻找这个人的影子 比如爆了篮球项目的那一大波女生 功臣名声大噪 就是因为在金号最擅长的篮球上打败了她 所以大家理所当然地以为功臣会选这个项目 终于上课铃声响了 操场远处 功臣在众人瞩目下 双手插兜 正踩着铃声悠悠然朝这边走来 帅气的男生经过了篮球项目的队伍 静止朝散打队伍走去 最后站在了散打男生队列最末 他似是不经意 往女生队列里看了一眼 目光落在胖子循身上一秒 然后挪开 轰的一声 大家沸腾了 什么鬼啊 功臣竟然也选了散打 对呀篮球啊 他为什么不选篮球啊 对呀 女生们也炸了 男生们也炸了 是功臣是故意的吧 还是怎么的 金号也报了三打 他这是刻意选了跟金号一样的项目 这是在挑衅金号 可是不对呀 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朝这边走来了 说明他早在心里就做了选择 太错巧了吧 这两个人又碰到一起了 功臣这么温文尔雅的样子 显然不是金号的对手啊 那金号终于要扳回一局了吧 金号听到周围议论声不禁皱眉 陈汉然则有些虚 他现在见了功臣 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秒怂 听到众人的嘀咕后 他更是嘴角一抽 什么温文尔雅 放屁吗 你们一群白痴是没见过他发狠的样子 他们走起来就像个变态一样 几乎就在功臣刚进入散打队列后 篮球队伍那边便涌来了一群女生 南巡看到陈欣也跟着来了 出于看热闹心态 原本准备报其他项目的人 也有了一部分改变主意朝这边奔来 以往人数不足的散打项目 今天无疑成了个香波波 连表情严肃的散打老师 都难得地笑了起来 只是散打老师下一刻说出的话 却让大家一点也笑不出来了 功臣 你给我站住 是书做的不是我呀 你别跑 本集就到这里了 我要赶快追功臣了 我们下集见哦 我怎么躺枪了